第四位 進出員工和顧客都戴上口罩 DICE老公王曉飛 投資的貝歐風旅店S Hotel 才傳出因為疫情 員工放無薪假 周刊更爆出 DICE想脫手豪宅 被聯想是不是要賣房 挽救丈夫事業 每次在猶豫不決說 老公你覺得這個 我要不要買的時候 他都說買 買 過去受訪談起老公 形象愛妻出手大包 但現在傳出DICE 打算賣掉新一區 貫得遠建豪宅 開價2.76億元 還在等待買家 被懷疑是不是為了 金元老公賣房貼補家用 我覺得我很幸運 第一家飯店 就是能在台北 這麼好的一個位置 當年赤資3億元 打造的精品旅館 得年收2億才有機會回本 很困難 周刊更指出 S Hotel預計將在6月 做出重大宣告 選在6月 據說和4年前的開幕時間點 還有大樓租約有關 S Hotel回覆平面媒體 6月是要找米其林餐廳慶祝 但可能會延期 不過致電飯店尚未得到回應 先前大賽王曉飛 才因為口罩成網友劍拔 王曉飛買了一堆口罩 沒辦法送去中國 最後留在台灣發 除了口罩爭議 S Hotel先前就曾多次傳出經營問題 加上疫情衝擊 雪上加霜 三天新聞 走不走